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财富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没办法勉强的 懂吗 我们常听人家说一个人的财富都是怎么样 住好好的 什么意思 就有些人是有财没有库 钱左手来右手出去 老船长我们好像就是这样子 对 那有些人他钱是可以存下来的 你有没有发现你周围有些朋友好会存钱 对不对 或许他赚的没有你多 可是时间拉长以后他比你有钱 有些人是因为你的钱都花光光了 什么 是在股市输光光 那不是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红尘来去一场空 是吧 那今天大盘跌了305点 当然啦 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昨天科技股重挫 那美国股市会不会一直跌下去 这是大家现在应该要关心的问题嘛 老船长认为不大会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在等什么 在等1.9兆的纾困案 那听说 听说啦 如果没有打个折扣的话 很难过关 众议院已经过关了 对 但是参议院 听说有两个参议员 民主党 就是拜登这一派的 会跑票 那就没办法通过 当然啦 现在可能还没有要表决嘛 在那边搓汤圆啦 你们两个就乖啦 不要乱 对不对 这都有可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上午听到的消息是 好像退让一点点 然后有可能会过关 那我们现在先假设它过关了 那美国股市就会硬升大涨 那台北股市呢 就会怎么样 跟着大涨 那有一些股票 你就要懂得 搅底抹油 老船长 哪些股票要搅底抹油 我现在就跟你讲嘛 那把笔记本拿出来嘛 是不是 那首先我要讲的就是 对 第一论 这是滑邦店 只要有看 古海老船长节目的人 都会说 哎呀 每次讲到滑邦店 老船长第一句话就说 这交加的股票不要碰 对吧 我是这样讲的没有错啊 有规定一定要碰吗 我可以不碰交加的股票吧 可以啊老船长 老船长你为什么那么不喜欢 碰交加的股票 原因我不要讲嘛 对不对 这是我的自由嘛 那你要碰你就碰嘛 是吧 那老船长 除了交加的股票 你不想碰以外 为什么你刚才节目说 叫我们要懂得搅底抹油 如果台北股市反弹的话 这种股票 那你看嘛 我就一直跟你们讲 我说滑邦店 去年才赚0.33元 这家公司去年只有赚三毛三 股价凭什么28块多 今天收盘还有28块多 老船长现在低论报价上涨 对啦 你从去年就听到低论合约 什么鬼价钱一直涨 结果呢 去年一整年弄下来 滑邦店EPS0.33 那你跟骨骸老船长讲 这怎么回事 所以你就不要碰 如果说台北股市 只有低论可以玩 那只能玩吗 论有这么多股票 对不对 再玩啊 你再玩嘛 那比它好一点的 所谓好一点的注意哦 去年赚2.5的 那这个赚的比它好多了 对不对 对啦 但是你看 赚2.5哦 股价90几块 本益比30几倍 那你把K线按下去就知道了嘛 从这里修正到这里 股价还有 这个本益比还有三十几倍 你要玩吗 那奇怪 我真的很不懂投资人 十倍本益比以下的 连十倍都不到的 你不玩 你非要去玩那个怎么样 本益比二三十倍的 哪怕南亚 南亚科啦 哪怕南亚科 是所谓的基优股 我都叫你不要碰 不要玩 因为它本益比 就算跌到今天 它本益比还是很高 你说今年会赚很多钱 谁不会画饼啊 对不对 那要比很简单啊 我们的面板股 今年赚的钱 本益比算下来 比你要怎么样 更加值得投资嘛 所以不用去讲 还有一支 你的老师应该有带你买了 叫旺宏 注意看哦 系 旺宏 旺宏也是低论嘛 怎么办 你不需要看 你老师的节目啊 你看他的节目 他一定讲东讲西 扯东扯西 他绕了半天 他就很有技巧 他节目就是有办法讲 讲到怎么样 他就是不讲旺宏 那你们深深的套在旺宏 就自认倒霉嘛 那也是低论啊 我管你是不是什么flash 那什么netflash 那个都没有意义啦 就同样的族群就对了 你就是不要去碰低论 那老船长 我们不要碰低论 我们碰PCB可以吧 这个今天有涨很厉害哦 星星哦 好你注意看哦 你注意看哦 我给你看一下哦 去年赚3.74 哇赚的比南亚还要多哦 可是股价呢 也是90几 换句话说 这些公司的本益比哦 都20几倍起跳哦 股价已经大跌一段 本益比还20几倍起跳 所以当行情反弹的时候 你要记得 第一个你要会算 这个小学数学 我已经教了不知道多久 从鼠年教到牛年 你再不会 你国小可能没毕业 你就把你手上现在的股票 今天的收盘价 除以今年预估哦 不是去年哦 是今年预估哦 你就得到本益比 那如果算出来是10倍以下的话 哇赶快压房子买 为什么 因为台北股市哦 一万六千多点 就算今天跌了三百多点好了 收盘也是接近一万六千点 第一个位阶不算低 对不对 位阶不算低 本益比竟然还有10倍以下 你还不赶快把你的那个 本益比二三十倍的换过来 那有一些根本没有本益比的 那公司根本鬼扯淡了 从头到尾都在亏损了 那个你不要去玩 老船长那种也很会涨 那个阻力在控盘的 左手丢给右手 你只要进去 他收盘一算筹码 他就修理你 然后你就怎么样 追高杀低了 然后你就说 哎呀这奇怪 怎么我一卖它就涨 我一买它就跌 就是因为主力它有在看嘛 券商哪几家在进出 哪一些是他自己进的 人家算得一清二楚 所以你不要去玩小股票 我一直这样告诉你 你就玩大型股 那大型股呢 第一论跟PCB 我讲到这边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反弹你要站在卖方 脚底要抹油 把你的资金转到本益比10倍以下的股票 你听得懂吗 老船长我们听到了 但是我们不会照你说的去做 因为如果反弹的话 我们会认为 它会解套甚至赚钱 好吧 那你就继续抱着 好不好 抱到海枯石烂 那我现在还要讲 就是重点来了 叫做半导体 当然啦 你说低润这个也算半导体 我们这样讲比较严格一点 晶圆代工 对吧 那代表作就是这一支 台积电 是 有没有更惨的 有啦 这怎么说 还比较是 老船长你花招很多 当台湾的学生 都用零股来买台积电的时候 这股票非跌不可 我在股市几十年的经验 有一个叫做擦鞋童 各位知不知道 早年有那小孩子 帮大人擦皮鞋 那叫擦鞋童 他都听说 因为大人擦皮鞋会聊天 他都听到的消息 那叫做擦鞋童消息 绝对就是出货用的 市场上好的消息 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那就是怎么样 你准备套牢了 这个任何国家的股市都一样 你看前一阵子台积电 对不对 连校园 连我们中华民国的校园 里面的学生都知道要买护国神山 要买台积电 那你说他股价挂不挂 一定要挂的 以后怎么样 我们待会下半段节目再来讲 短线是不是一定要修理这些 所谓的学生买铃骨 对 老成长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分析师 就在这个大碟的这个整个阶段 每天告诉你 要买半导体 带着会员买半导体 会员都已经倒了 半导体的倒改成倒 还可以在节目上胡说八道 你说他的会员可不可怜呢 导播 股海茫茫茫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股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项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 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让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 恰讯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那老船长 半导体的金元代工 连电台积电 会不会反弹 我保证一定反弹 一定啊 最快明天 但是我节目的主轴 从开始到现在 我讲什么 我说反弹你要怎么样 要站站卖方 老船长我站站卖方 我赔这么多钱 你赔这么多钱 不是我叫你买的 好不好 你跟我讲也没有用 什么 找你的老师 那你千万五十 你去找他 他叫你升级 再交几十万的会费 你听得懂吗 那老船长 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就是反弹 站单卖方 你有亏损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你把这个资金 全部移到 本益比 听好啊 不然写在脸上 一个月不要洗脸 本益比低于 十倍的股票 你懂吗 老船长 什么股票 本益比低于十倍 你如果问我这句话的话 那就代表你是 新来的 来 19.05 我们算19 放在这里 19 除以今年预估的EPS 有人估三块 有人估四块 有人估两块多 我们就算最糟糕的啦 估两块好不好 两块 也估三到四块哦 法人已经估今年赚三到四块哦 我们估两块就好 股价19 19除以2 这个很难 我来问一下 那个摄影师 19除以2 等于多少 9.5 你看人家数学就比我好 9.5 请问有没有十倍 我现在是EPS 用两块跟你们算哦 人家估三块四块 我们都不要算哦 那这样算出来 本益比哦 不到十倍 也难怪台北股市 跌了305点 它盘中还有红哦 告诉你什么 我根本就不需要跌嘛 因为我本益比这么低嘛 对不对 那你看K线 买在这里是不是股神 所有资金只压这一档 是不是股神 当然是啊 那这样的会员爽不爽 爽翻天啦 就是老船长的会员啦 你就不一样啦 你参加的是这一种啦 联电 台积电 台积电 所以你们现在想通了没有 把你的联电台积电 反弹上来的时候 干掉做肥料没关系 移到面板骨 因为联电台积电 现在套了多少张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这叫台积电 我把它变成V 来 你知道这边套了多少张的台积电吗 你知道吗 谁拉起来帮你们解套 你告诉我 它现在跌到今天 它的本益比还有二十几倍 所以你台积电买六百五以上的 你是怎样 老船长听说有人看八百对 他怎么看八万你也信啊 我不是跟你讲吗 外资看多少 你自己要稍微算一下 你什么都不懂没关系 老船长教你国小二三年级的数学 本益比股价除以今年的EPS 预估的嘛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们来玩一下吗 今天台积电收盘算六百零一 算六百好不好 来厉害 股价写六百 六百除以今年预估 有人估二十二 有人估二十四 你给它除以二十四好不好 我们算它多赚一点 六百除以二十四 几倍 有十倍以下吗 而且它现在是套了一缸子的人啊 一缸子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要去买这种 要拉上来 要遭遇这么大的卖压的股票呢 我为什么不买这一种呢 到今天也不到十倍啊 也没有什么人套牢啊 往上喷的几率大不大 非常大 上一次这边整理几天 一 二 三 四 开始喷一段 现在呢 一 二 三 四 又整理四天了 有没有机会从明天开始 好了 明天半导体都反弹了 那面板股是强势股 它不是叫反弹哦 它叫创新高哦 你说呢 你告诉谷海老船长嘛 我现在是用很科学的方式 我们都有逻辑的 对不对 我没有说保证一定会赚钱或是怎么样 那我们也不知道 至少你在买卖股票的时候 你有这个东西叫做本益笔嘛 它是非常好用的 像有些公司去年没赚钱 前年没赚钱 一直都没赚钱 今年也不会赚钱 哇 股价炒得好高哦 那种我连看都不看了 神经病了 那主力在炒的嘛 嘿老船长那也会涨 对啊 我怎么带会员买啊 那成交量才一咪咪啊 才几张而已 那种都假的 我们在股票市场 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可以大量的买 你可以买三千张 五千张 甚至几万张的股票 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卖 然后它还很有机会上涨的 你要选的是这种标的 你明白吗 那当然台积电 它在便宜的时候 对不对 没话讲嘛 对不对 它在这边的时候 它本益笔可能才十几倍 那赶快买 尽量买嘛 它都到这边来了 本益笔已经二十几倍了 那已经有套牢的现象出现了 你就要赶快换股了 你知道老船长的意思吗 你在这边 这边都不要看哦 这边都不要看 在这里你都可以随时买嘛 对不对 往上涨都没有套牢卖压嘛 那现在不一样 你现在往上涨 这边左边这么大的套牢卖压 包括连电也是啊 谁帮你们拉 这套多少万张你知道吗 除非世界的行情大好 但你不要看那么好 今天305点你就吓得半死 万一再跌呢 对不对 我也没有说明天什么 所有的股票都会反弹 都会涨 我也没这样讲 我只是说 如果有反弹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你的股票 用本益比算一下 10倍以上本益比的 你尽量站在卖方 因为你卖了之后 你可以去买那个本益比不到10倍的股票 假设你今天卖了 老船长跟你讲说卖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回过头来看 也没有股票本益比在10倍以下 通通通都20几倍 那我这是王八蛋嘛 对不对 我这样叫你们这样做 不是害你们吗 当然不是嘛 就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 而且没有什么套牢量的 这种股票才会涨 这就表示什么 强者很强 你们不是每天在背这些话吗 股票要买强的啊 因为强者很强啊 对啊 你讲这话我也认同 可是你做不做得到 你做不到嘛 所以为什么你在股市 一直在牺牲奉献 一直在输钱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说一套做一套 大部分的投顾老师 那更是离谱啊 做的跟说的是完全不一样 到今天咯 很多老师会员 已经输到血流成河了 股票好几十档哦 都不管哦 几十档哦 然后呢 今天上节目继续表演 涨的股票 要不要脸啊 自己不要脸就算了 爸爸妈妈的脸 都被你丢光了 生出你这种小孩 对社会没有贡献 你做分析师 你对社会的贡献就是 你要让你的会员 想办法让他们赚钱 对吧 要让观众趋吉避凶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让会员赔钱了 没有办法让观众 趋吉避凶 那你最起码要做到诚实吧 你不能欺骗嘛 各位观众认不认同 对不对 没有说参加投顾一定要保证获利的啊 是不是 但是你不能够去欺骗你的会员跟观众嘛 他就很恶劣你知道吗 非常恶直 我们到今天 面板股一张都没有出 友达我们一张都不出 来 所以我说在这个转换的过程 友达要做下一档股票 这个转换的过程 不是说我草草寥寥的 就随随便便的 带我的会员出了 然后买另外那一支金牛股 不是 我要在最佳的时候 把友达怎么样 出掉 然后呢 换成这一支金牛股 那我说过 你有友达的朋友 你可能今天又被洗下车了 然后你看我节目 我跟你说我们一张都不出 对不对 那也许明天友达大长 你又去追回来 刚好我下午的节目 晚上节目又跟你说 我们出了换金牛股 那不是误会一场吗 所以你有友达的朋友 你一定要怎么样 跟着老船长 一起来转换金牛股 然后再赚一次 那这个动作就 我直接讲你不要介意 你一定要是我的家族成员 那不然我怎么通知你 贵姓大名住哪里 我跟你通灵 通灵 不可能嘛 我们就事论事嘛 是不是 那你看到我一路走来不骗 对不对 扎扎实实的 你现在一定很羡慕我的会员嘛 因为你现在几十档套牢的股票 我早就叫你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你越早一天打 你越怎么样 你越是所有的钱都在这边拿 大赚了 对不对 你都不打 你一直抱了你的几十档股票 那你今天怎么办 还好你今天看我节目告诉你反弹 赶快站在卖方你的股票 全部 那换过来的时间点要对 不要刚好我友达要换 要换金牛股对不对 所以你要打电话进来 你有友达 跟我们一起换金牛股 目前 我很坦白告诉你 不需要换 因为友达还会在大涨 我认为是如此 因为你的股票台积电连电都已经 跌得半死了都会反弹了 更何况我们的面板 最强的电子股 这个族群是最强的 现在大家认同了 对不对 认同没有用 你必须要所有的资金 都在底部灌下去 对你才有帮助 对不对 没关系 金牛股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 尤其现在大跌 有底部可以买 五 不要等到有一天 我没有在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就很抱歉了 现在开始拨打 电话依然给他大抱歉 因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